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7月31日 傍晚的6点46分 而这条的话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北京路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的现状 带大家一起过去广州的体育市路吧 这条路叫做中山市路 可以看到这边的街上 也是湿湿洋洋人山人海的 前方那一条就是广州的飞鱼街区 除此之外在它的后面 就是广州的南叶王王宫移植 南叶王是岭南的第一个王朝 也是唯一的一个王朝吧 当时的都城就是这里 离北京路是挺近的 这也说明北京路在过去啊 到现在一直都是广州的中心 这里是一些文王散步 有些些刷 运气 进去参观这个南叶王王宫移植的话是免费的 是非常值得看一下的 不过的话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有一年代久远了 这里面的话也剩下一些移植 这个庙就是广州的城华庙了 也是十分有名的 所以这一带挺多一些东西看的 如果大家来广州北京路旅游的时候 可以到附近走走看看 现在也到了下方时间了 可以看到路上已经开始塞车了 车水马龙了 路上也是变得很多人 在下方的不远处还有一个荒木草坛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移植 所以说大家来广州北京路的时候 不要单单逛街吧 要多到附近走走 可以挣扎一下你的见识 也开拓了一些你的视野 不让你对广州有了一个新的验识 这一栋楼好像烂尾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个位置烂尾 可以说是一栋西方牛的烂尾楼 要知道这里的位置寸土寸金 我现在已经来到广州的农检所了 这个农检所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吧 看到那边挺有烟喉味的 那边就是一些小区 是一些老小区吧 虽然是老小区 但是住在这里也不便宜 一个月至少都要一千多块 所以说一般人都不会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 除非是工资特别的高 如果是六七千的工资 住在这个地方 那真的是没钱剩 除去了住宿 还有伙食费 车费等等 在广州 别简单说是在广州赚钱 广州花了 别想存钱 路上挺多人的 都下班了 这里就是农检所地铁站了 好了 农业西场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下个视频带大家继续往体育石路防线逛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